特別推薦的 推薦 海鮮是什麼 黑鮪魚 對 真的要吃喔 菜名叫做 炙燒黑鮪魚冷麵 冷麵 是 好多喔 所以要吃的喔 肉看起來是紅色 你沒有想到配蔬菜麵嗎 你配調麥麵 我希望它有點香氣在 因為黑鮪魚本身它的肉質 跟它的油質其實都不錯 然後它味道會比較重一點 然後今天選的是腹肉 煮的腹肉 其實這樣子一塊有沒有 就一小片這樣 鮪魚腹 五百塊 五百塊 冷麵來囉 大手筆喔 五分鐘 第一次開始 好幾個喔 這邊我有三顆蛋 這邊有半條的烏魚子 是 我把它打粉 好愛 好酷喔 烏魚子也是一種蛋 是 所以一碗都是蛋 蛋中蛋 好來 我現在把它煎成蛋皮 這叫做 蛋皮 蛋蛋的愛上 對 你們等一下吃不動 對 等一下只有需要切的 切 這注定是我們的料理 這需要切 很難加 然後醬料先調 這邊有帶顆粒的花生醬進來 花生醬喔 很特別喔 很麻醬 你可以用熱水或溫水把它調餘 那個芝麻醬好香喔 對 這個也算是中日的結合 差不多 你加什麼 你吃麻醬很養生耶 剛加的是烏醋 烏醋 然後味醬 味醬 過了一分鐘了 好 好特別的小辣椒 有想過這樣的圖 對啊 好香 他們這個每個都吃 因為是創意料理 對啊 所以一般的點都點不到 來囉 YES 是不是 好 翻面 這個很難嗎 這很難 這很難 超難的 你在唱就好 紅哥 我跟你說 你看你的手勢 他已經在地上了 對 連煎個荷包蛋 你要翻面都很大 真的難嗎 真的 你要翻的食物 我一開始翻過來 翻過來有這麼多的掌聲耶 你有沒有講笑話還多耶 那你講笑話 你趕快去練 你趕快去練 又知道你講得多不好笑 對啊 是說把火關掉了 我用它本身的溫度 去烘它就好 來 完成 炙燒 炙燒下去油脂都出來了 對 我希望說它有迎面的是 它本身的油脂出來 它等一下我會 放一些那個沙拉醬上去 做第二層的炙燒 鮪魚不是本來就可以當 蒸魚片吃的嗎 可以啊 它那是一半熟一半熟 它要增加一點 它一身口感可以相信 所以你炙燒就會把油冰出來 它如果是蒸出來的味道 對 好漂亮 它不用加開就烘了 裡面是烏魚子耶 收得比較好翻 收得比較好 對 剛剛是因為半生熟 這個還快點 完全不用調味 它在吃什麼 它有烏魚出來 你在吃什麼 因為會吃到這族的福利 吃到什麼 蛋嗎 你吃蛋 你吃蛋喔 有沒有那個 它爆爆爆 在那個油 爆爆爆 就是鹹香味道 鹹香鹹香的鹹香 兩分鐘再炙燒味 剩兩分鐘囉 那個蛋好香喔 那一片 怎麼會是醃漬色 對啊 本來它是 大家以為是 黑鮪魚本來是應該是 顏色比較深一點 對 那它的油脂多的話 其實它的就變成 它是粉紅 鹹香色的 你看鮪魚肉是粉紅色的 我的天啊 鮪魚 太棒了 而且還一直來吃鮪魚 我覺得這一泡 我好有存在感 好 你來吃 再上去 二次 它的油脂跟它的香氣 就會融在這個裡面 我覺得這樣就很好的 對啊 這樣就很好吃 這樣一盤大概就要五百塊 可能還不止 沒有 不止 這一塊應該要五百塊 我就五百 一口五百塊 這一盤五萬六 對 那我們今天走 難得地方 我們還賺到了 因為這隻母親雞 真的 它是高級 好 這邊我們就加點醬油 這有多醬油 時間來到了 最後一分鐘倒數 難怪再加進去是不是 好香喔 那個 不要浪費 鮪魚的味道 唉唷 這個呢 蟹蛋汁 我想吃這個蛋 我也是吃 我比較喜歡吃鮪魚 好香喔 那個好像還有啥 蛋汁好分量喔 超香的 這個太厲害了 那個涼麵從頭到尾都沒有動它 這個蛋 這個蛋很有想法 對 那一般的蛋汁其實滿無辣的 秋葵啊 對 再加 秋葵它有一個滑口的一個作用 黏黏的感覺 最好吃 那個最味最好的這個 而且完全它鹹度 就在那個蛋裡面 因為我一直是鹹 我已經下去了 有鹹之下 這個也不可以 白生粉耶 那秋葵我可以用山藥代替嗎 它是麻醬的麵 山藥代替嗎 拌麵啊 哇塞 妳這太吃了 太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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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天啊 太恐怖了吧 來 還有 最後的 芥末 來 上抽 剛好完成 來 來 來 這蛋其實滿適合家裡吃的 媽媽好聞 麵就是太有鹹 我很好奇那個醬 這叫Table Service 加點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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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丹之餘很OK 這個烏魚子的蛋 剛剛還有吃到 對 裡面已經自然鹹了 對 不用調味 這個不用調味 那個完全天然的好吃 對 而且烏魚子的味道超級香的 你那個蛋皮要另外吃 蛋皮另外吃 會很香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烏魚子 但那種如果不敢吃烏魚子的人 都完全完全能接受 有人不敢吃烏魚子 因為它就是鹹度 我原本不敢吃烏魚子 但我覺得很好吃 這個黑鮪魚在這裡 反而就是一個 非常補充水分的東西 有很多汁 油脂那些 然後跟這個秋葵 就是補水分 麵 我覺得太濃 太濃 還有太濃 還有太濃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花生醬 超級思念 對 花生剛吃嗎 那個 那個料 整個是非常濃郁的 我們是爽口的 所以那麵是 我跟你講厲害 謝謝師傅 哈囉 各位麵粉你們好 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我們來 幾位 我們繼續 學長 怎麼可能每次都你 學長都在睡覺 而且大熱店還包全身 跟你什麼關係 想死啊 那麼久不接電話 現在可以講電話 這種鬼話你也信 真的是跟你姐一樣傻 你在直播上畫彎眉毛 你看 一樣左手拿了杯子 到底要喝什麼 你快點決定 你知道我喜歡少爺 廢話 誰都看得出來好不好 手機怎麼在有包包啊 阿邦那麼愛說弄我姐的 哪有像你這種學弟 一直欺負學姐的 學姐你肩膀上有床 我現在才知道 喜歡一個人是這樣 根本是看我 沒有 這給你們喝 吃壞肚子 那很嚴重耶